其實未來英國灣時,已經很想擁有一輛 這輛93,000 萬元 JACK 你試試遞手 好像副棺材一樣 你動不到的 今天殺過來看,怎料給價錢下車 大家好,今集想帶大家看看旅行車 其實未來英國灣時 已經在香港很想擁有一輛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經常去日本,都想租這些旅行車玩 現在有機會來到英國 當然是想自己擁有一輛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看看,這輛旅行車是多少錢 現在來到這輛,應該是挺貴的 我們就看看它的價錢 以及實不實用 介紹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看這輛 是85,800 這個尺寸呢 我也挺喜歡的 即是,操控又不會太大價 這輛是二手的,但都很新的 它可能會翻新的 即是,如果你給我太大價 我的牌子應該拿不到 那這邊有一個焗爐 那這邊有一個焗爐 可以開的 煮食爐的 兩邊 這應該是洗手盆 對 那它有焗焗焗爐 即是有些櫃桶 有兩張司機位置 它不可以這就是棍波 我是有棍波牌 但是我想買個自動波 我想知道很多都是棍波 對 看後面這就是廁所 哇,很窄 那又不是在裡面 你進去看看 都OK的 如果以這個尺寸 那它有幾寬敞 哦,那OK的 那它有幾寬敞 哦,那OK的 那它有幾寬敞 那這棍波也不錯 即是,裡面就叫上面就睡覺 那它是賤肉 即是一級被踩上去 那你免得踩上去 我想它這個頂是可以升高 可以嗎 那它有幾寬敞 對 兩個人都OK的 這輛車 但如果加上Hailey就不OK 那它有什麼來的 冰箱 我來看看 鎖藥 不知道什麼來的 不知道 這是衣櫃 其實衣櫃我覺得不 好像多餘了 這輛呢 站在這裏都OK的 但是 如果這個價錢 我覺得 好像貴了一點 八萬多 如果這輛是四五萬磅 我也覺得可以 但是 最重點是棍波 我們看一下第二架 先過去 那這間床呢 為什麼升得這麼高呢 因為它下面呢 很多地方放的 即是可能放一些路 即是一個棚架 還有呢 它外面這裏OK 可以拉出來 好吸引 嘩 現在這架呢 超大架 好像在旅行包 對 即是 即是 接上學放學都可以 這架應該是我的牌子 就拿不到 整架巴士的那些 對 這架很漂亮 這架是多少錢呢 這架 很便宜 14萬五 嘩 等於我們介紹 家屋的價錢 更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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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買的那個價錢 是啊 那些架真的很漂亮 灰色很漂亮 上去看看 其實呢 其實呢 看起來呢 它又不是說真的大很多 如果你說吃飯位 這個位就 不是說差很遠 那它是大 大 在後 後缺 如果前面就差不多 你說坐在那裡吃東西 那這個 很漂亮 嘩 那個星盆 就是星盆主席爐 這個 就很像 剛才 而且它廁所都很漂亮 我看到它 但是你說 尺寸都不是說差很遠的 但是它裡面的裝修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 好像貴了些 而且它就很多 櫃桶在這裡 看看裡面這裡還有些什麼 好老實 我就買不起 這架車 即是有錢 我想我都不會買 好老實說 那它貴 除了一個尺寸之外 裡面的設計 是 很漂亮的 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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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的家 嗯 嘩 這架呢 真的超貴的 這架是全新的 應該是最貴的 這個牆 應該是最貴的 有什麼尺寸的人都大 最貴的 最貴的 一定是可以很足夠的位置 睡到 不會迫起一張雙人床 上面都很寬的 不是睡一個人 真的不知道 那是漂亮的 真的漂亮 這架是漂亮的 你看看後面這裡 嘩 這個很帥 很帥 這個位置 彎彎 很漂亮的 好像雲石 尺寸 蓋著 你看看 後面的雪櫃 對啊 我看一個爐 這個爐很漂亮 會不捨得用 會啊 不過說真的 就算這麼漂亮 我也不會心動 因為真的太貴 太貴 還有 你用多少次 一年去一次 但是你們也是 如果你們 Snow 那家車子 那家車子 真的 ru 就算Google 那家車子 Sunday 地方淺茶 都不算的啦 其實我覺得 上面還有鏡子 有多間儲物 你看這個位置 周圍都是貴 這個床位很寬 我們一家三口夠份 我們一家三口夠 有電視機 但這輛車真的太貴 25萬磅 不過是漂亮的 但是你說租來玩就OK了 不用買 其實為什麼這次這麼有衝動呢 就想去看旅行車呢 其實英國很多人 都是會用旅行車來做投資的 我見到很多網上 有些人 他本身一定是自己 是有興趣玩這件事 但是你沒有可能一年四季 365 天都住在旅行車裡面 很多人可能一年去幾次 其餘的時間就當租借 我回到相關網站 如果你是年份比較新的那些 可能幾年車的那些 就可以租到80磅 淡季80至100磅一天 如果旺季是一個雙倍 其實一個月 你只要旺季的話 你只要租到4天至5天 那其實這個 就等於有人幫你供車的 但是大前提一件事 你當然要有時間去打你的車 還有你真的要喜歡這件事 如果你不喜歡 你當一門生意的 那你根本就不會做得好 還有選車的方面 一定要看一下 你自己的地方是一定要拍到的 如果你拍不到車的話 那你又要額外再給多一筆租金 去租場地拍 那我也不是很建議這樣做的 那大家就會覺得 會不會買一部車回來 好像私家車那樣 會虧錢虧得很厲害呢 其實旅行車可能 20年車 它都可能值兩三萬磅 那它買回來的時候 可能是五六萬磅的一部新車 其實它會跌價 會跌一半 但是就不會說好像私家車那樣 那它都會本身有一定的價值 不要小看這輛Ford 它的價錢呢 都真的不簡單 不過你剛才都很商議 是啊 它叫商議 還有我看過 為什麼我會拍這輛車呢 因為它是自動貨 這輛九萬三的 JACK 那如果你說五六萬磅 我也覺得OK 這輛九萬三 即是裡面 它不是車櫃 是裡面的設計櫃 即是電 這個是自動貨 那這輛都是全新車來的 但是呢 我又覺得它這輛 比起我們剛才第一輛 空間好像比較大一點 嗯 那它都有焗爐 煮食爐 洗手盆 還有電視機 這個是雪櫃來的 但是開不到 對 因為有些鎖 這個Shower就真的小 即是比你剛才二十幾萬個間 你拿著 要打側身進去 都可以進去 都可以進去 你試試遞手 好像副棺材一樣 你動不到 接著 你動不到 我真的太肥了 Hailey 沖可以 但是你說 暫時沖可以的 麻煩你減二十磅才好進去沖 是啊 太肥了 那這邊這邊 鋪鋪又能進去 都 嘩 挺腳 那些本地人這麼高大 那些男人 都 有點辛苦 但它睡覺位是ok的 是啊 其實這裡也ok 這裡有個床墊 它可以給你extend出來 中間這裡睡 剛才我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這張很大 即是 夠我們一家三口 對 六六尺 三個人份都不會迫 這樣 但是 廁所是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有時候 去到營地 其實很多洗澡都很乾淨 好過自己 因為要清潔 對呀 自己要清潔 如果你給我都會脆 去到營地 因為這些塔 你都要倒自己 要自己清潔 對 我們再看看第二架 看完這架 BENS 有沒有進去 這架 十萬 這個是BENS 所以要看看 二手的 看看跟剛才的牌子有沒有分別 我覺得一樣 它是HIGH CLASS 例如頂部 你看前面的鏡頭 嗯 即是它是很大 很大 即是 很大架 這架 你看出去 很多位置 是很舒服 沒有壓迫感 這架可以放大 還有桌子可以放大 這裡可以坐六個人 嗯 但是你說裡面 內部 不是差很遠的 對 其實都是 爐頭 洗手盆 雪櫃 都是左右分開 但是其實它有分 有分 不是很多人 而已 即是沒有二十幾萬 那間 這麼大 對 因為那邊前面 也有一張床 這裡就是尾 這裡也有分 但它衝紋這裡 就漂亮 其實便宜貴的分別 我又不太懂得看 我價格都覺得小小 我想到二十幾萬 那間才覺得是寬創 嗯 還有呢 其實我上網看 即是看二手那些 很多都是五萬磅 六萬磅 但是可能不是這牌子 沒那麼漂亮 那所以今天呢 撒過來看 誰知道被一個價錢 嚇一嚇 立刻 一個參觀形式 你五萬六萬的那些 可能很簡陋 可能裡面 不會放光 這麼漂亮 對 你說 剛才那架二十幾萬 都不是最貴 這一架才是最貴 這架是三十幾萬 不過呢 它就攔住了 就寫明不能進去看 嘩 你看大架到 我都不明白 真的會有人 有人寫得 真的會給這個價錢 去買一架車嗎 直往這個就是廚櫃 廚房位 嘩 已經不同了 三十二萬八 這架 就算你有這個錢 我相信你也有這個貨車牌才可以 嗯 我想普通的香港車 Forevampy 應該就駕不到了 是啊 那它下面 真的很大 即是你駕去哪裏 玩都可以 還有一個 這個洗腳的 shower 頭 嗯 嗯 嗯 你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